赶购人高宫后 天一亮就出门了 他的祖祖辈辈都与梯田相伴 沿着蜿蜒的水沟 这个世外桃源逐渐在眼前清晰 以山为田层层相叠 哈尼梯田是人与自然的一次完美合作 如今他如是讲述着 先民们顺应自然 改造自然 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 就哈尼梯田它的价值呢 主要是体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是融入了很多人类的智慧在里边 一千年前 哈尼族的先民 从北方牵至南方谷地 眼前崇山峻岭 沟壑纵横 他们因地制宜 至山离水 在垂直落差可达两千米的山坡上 开垦出一百万亩的水稻梯田 我们把齐鱼区下的各种方式和一千三百多年前几百箱头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哈尼族修筑了成百上千条水沟干渠 把高山溪流引到村莊 沟水分渠流入田中 最后交汇成河 赶沟人是梯田的守望者 维护沟渠 砍出杂草 守护着条条命脉 传承千年的木刻分水 岸须挤水 精准灌溉 是哈尼农耕智慧的结晶 它是一种活泰传承的 一个农耕的文化的遗产 代表了人类创作的天才杰作 在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 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之间 这些许多的智慧 在过去漫长的农耕时代 哈尼族人重塑山河 与山下遗族 百族等少数民族村民 共享这片天地 如今 哈尼梯田深深地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成为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 梯田里 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有顺应自然的农耕智慧 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和追求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